好 這讓我們看一下范麗絲的第三題 因為那個版本的關係 所以你們新的跟舊的可能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先看這一個題目 他說呢 假帶有四個金幣 六個銀幣 那乙的話呢 二金五乙 乙的話是三金七 那麼關鍵道處看 他說 假設任選一帶跟任主的金幣的錢幣的機會是一樣的 那麼他說 注意看這條件 就是說 在取得金幣的條件的情況下 來自假帶的機率是多少 好 這句話很關鍵 這個是三次三 最容易討論 一定會有幾乎是必討的討論 就是所謂的條件機率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先決條件是移到現在的那個 取得金幣的條件下 然後呢 這枚金幣是來自於這個 A 在假帶的 所以呢 我們應該把那個事實 用中文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應該是 機率分支 來 誰跟誰 假帶 這個來自假的 然後 去除誰 去除這個金幣的 我寫得很簡單 他意思是來自假 寫個金幣來自於假 然後呢 這個是抽得金幣的機率 所以換句話說 他的那個 公式應該怎麼寫 應該等於什麼 批分支 拿到金幣的機率分支 他是金幣 且 來自於假 對不對 這個還記得我昨天講過的那個條件機率 所謂的條件機率就是 跟那個之前講的機率幾乎是一模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是 我們以前教你的時候 沒有 那個分母是不是 就是樣本的空間 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對不對 那現在條件機率是說 我們在某一種條件下 在發生那個情況的機率 好 所以請問你 這個 我們先看 先算什麼 好 先算一下這個好 請問你 我拿到金幣的機率是多少 拿到金幣的機率 欸 這個就要用成功法去算 你知道嗎 就要用倍式定義 什麼意思 我總共不是有三種情形嗎 我會拿到金幣是不是有可能來自於假 來自於你來自於你 對不對 所以 也就是說 我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這個是樣本的空間 就是我拿金幣所有的可能性 然後呢 我要拆成三個部分 一部分是來自於假的 一部分來自於你 一部分來自於你 就是假意的 然後其中一部分是什麼東西 就是拿到金幣的機率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請問你 第一件事情是拿到金幣的機率怎麼辦 怎麼算 先想 這個 如果是假代呢 假代拿到金幣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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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只有一枚嘛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可以 就不用寫那麼麻煩 你可以寫成十分之四枚 如果判你自己寫錯的話 你就寫西式群一分之 西式群一 這個是假拿到金幣的機率 對不對 好 加上乙的呢 乙的話是不是這裡 七枚 是不是 C7取一分之 C2取一 對不對 加上乙 你是這邊 C10取一分之 C3取一 這三個將加 就是我拿到金幣的機率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把它算一下 看答案多少 答案 就不行 快點好了 10分之4 加7分之2 加10分之3 好 先把留著好了 因為可能現在算也沒有用 對不對 算也沒有用 好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 拿到金幣的機率 所以拿到金幣的機率 你要用貝斯幣下去算 OK 好 接下來我們看這邊 他說第二個 拿到金幣的機率 拿到金幣 而且是來自於假的 那這個其實就在這邊嘛 就是十分之四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十分之四 那是十分之四嗎 好像不是哦 好像不是哦 好 沒關係 來自於金幣 這邊我們少寫的東西 你知道嗎 少寫什麼知道 我們只想到金幣的問題對不對 可是請問你 假貸一貸筆貸 是不是還要乘以三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這邊呢 通通要乘以多少 通通要乘以這個三分之一 這邊 通通乘以三分之一 那事實上你不乘 結果是一樣的啦 就可以乘以三分之一 因為這邊也要乘以三分之一 因為你拿到金幣來自於假 假貸的機率是三分之一啦 然後你拿到金幣的話是十分之四嘛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這個 P 然後來自於假貸 加 然後呢這個 對不起 金來自於假 然後呢是在這個 然後金幣的機率下 應該就等這個 這個結果 就等於十分之四加七分之二加十分之三 乘以三分之一 分之 十分之四乘以三分之一 那這個剛才我剛才講過 我說 你看嘛 分子跟分母都有三分之一 可以想掉 所以 這種題目就算你剛才忘記三分之一 其實答案還是會對 對不對 懂我講的意思啦 所以答案呢給你 答案就等於 六十九分之二十八 聽懂講的意思嗎 好我再說一遍喔 這個題目喔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先把那個 他的事實 他的關係室把他寫出來 哪裡是關係室 指的是這個地方 你看一下 我指的是這裡 這個你要先寫出來 因為你這樣子才到今天怎麼算 這個意思是說 拿到金幣的機率的 在他的條件下 這個金幣就來自於假的 機率是多少 所以公司就等這個 拿到金幣的機率分之 這個金幣來自於假的機率 OK 好那金幣的機率 用倍式定義去算 把它拆成三個部分 所以這些算完之後呢 都還在乘以三分之一 乘以三分之一 我們就直接把它可閉 我就沒有選擇 請上去了 好所以你拿到金幣的機率 你就要分開討論 就是來自於假的機率 是三分之一 再乘上 我們就要拿到金幣的機率 就這裡 七十取一分之七十取一 然後後面一十類推 那這邊呢 七十就是誰 就是這個 這乘以三分之一 相處就是答案 相處就是答案 這樣會老 可以 OK 看一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